来 陀老师 你是不是以前 也有挺多追求者的 还是多吧 最开始跟他裸婚的时候 是不是身边也有很多人说 说你很勇敢 执着追求爱情 有没有人这样说 有 所以其实你是不是 也觉得自己挺勇敢的 还好吧 觉得自己挺感动自己的 所以你才在舞台上会说 我不物质 我不是那么在乎钱的人 我要是那么在乎钱 我当初能够裸婚吗 是吧 我负责挣钱养家 你负责貌美如花 这种事你信吗 一般信 事实证明你就是信了吗 还是有这种啊 他最开始的承诺 跟你是怎么说的 说你以后跟我在一起 躺着都能赢 是吧 就是跟着我在一起 不用干活 就可以每天过一时无忧的日子 对不对 嗯 那请问你 你觉得 他让你过这样的生活 你有什么价值 我啥都没有 你有 第一 我勇敢 我裸婚嫁给了你 第二 我漂亮 我放弃了其他人的追求 我跟你在一起 这就是我拿得出手的资本 你心里是这么想的 你心里是这么想的 我虽然确信 但是 孩子那是两个人的孩子 不光是他一个人的孩子 勇敢 真诚 两个人都需要 那是本来就需要的 谈不上是资本的 至于把容貌当资本 也不是不可以 但如果是一个真正要投入到婚姻当中去的人 把容貌当成一种资本 请问你的容貌能保持多久 我为什么会现在还和颜月色的跟你这样说话 是因为我认为 你不是特别物质 你只是 有点简单 想要嫁给一个成功的男人 是所有女人的本能 但使自己的男人成功 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奔利 你没有这样的本类 你只会抱怨 事到如今你是没有选择 这个社会上所有的分配方式 都是按劳分配 你有付出 你就有收获 所以永远不要相信那种所谓的毒鸡汤 没有什么事情 没有哪种生活 没有哪种男人 能够让你不劳而获 即便他现在没有亏空 他事已是成功的 即便你现在可以衣食无忧 你却天天要看人脸色 只有你有付出了 这才是公平 他喜欢你的时候可以说 我挣钱你花 但长辞一往下去 他会认为这不公平 所以所有人对家庭都要有付出 才会有收获 从来就没有什么躺着就能赢 其实呢你也不坏 我觉得你就应该坚持自己的工作 做好一个母亲的责任 如果你觉得这个男人 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 还对他有爱 你也愿意接受 假若他将来就是爬不起来 就如此一个月挣了四五千块钱的一个销售 那你就跟他继续下去 如果你觉得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生活 那你自己想清楚 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但无论如何你都得承担对孩子的抚养责任 他发起火来真的有点吓人 你说你找一个你惹不起的人干什么 躺着就能赢 赢谁啊 我当时也是想给他心 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心是愿望 神是静静 愿望只是愿望 能力还是能力 其实与其说你好像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说我想要给你一个好的幸福生活 我是在跟你憧憬 对不对 但不如说你是在虚荣 你用一种虚荣的幻想来欺骗别人 到最后把自己也骗了 吹牛是要付出代表的 说白了你们俩人都幼稚 但既然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 咱们就面对现实 好好地问问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方给得了给不了 自己又能付出多少 谈清楚了该散还是该合 咱们做一个清晰的判断 但不管怎么样 不亏待孩子 算是成长的一种代价 对不对 好 谢谢陀老师 嫁一个人或者我娶一个什么人 我的命运就变了 但凡有这种想法的 基本都是错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那种老板娘 你记住啊 饭店开得越大的 生意越好的 老板娘都得去端盘子 老板娘不端盘子 就是站在收银台的 没有一个老板娘说我躺在家里 能挣了钱的 你放心好了 那不是开饭店的 这就是我说我们现在年轻人 有的时候常识不对 这就是生活的阅理 他没有这个阅理 他不知道 所以你不能说他到底是什么 不下这个定论 物质还是不物质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去考虑 好吧